先可以肯定 这类道歉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做出的 是当事人不得已的言行 所以这类道歉呢 它应该说谈不上什么真心的问题 像意大利这个道歉 它当然出于资深的商业利益 因为这事坦白的讲 它们也实际上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后果 它们这个广告本身它没有想到 它并没有辱华的意思 所以这个情况下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它们是被裹挟进去了 所以这个呢 但是这种道歉对于统治者来讲 或者说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讲 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更需要这种道歉 这种道歉可以让统治者在他们被统治者面前显示他们很强大 这样的 这是就是说在中国的意义所在 那么对于意大利人或者对台湾那位艺人来讲 这个道歉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于中国的某些民众来讲 那么或许可以满足他们的某种强国的这种幻想 在强大的国家面前 任何人包括外人都必须要服从 必须要服软 这当然是有一种情况 这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这种 还像刚才网友说的所谓的高端人士 也必须出来站队表态 那这个情况是属于中国特色了 在中国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 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人们必须表现出顺服来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场合 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 那就更需要表现出顺服的姿态 这类似于这种黑社会里边的这种情况 你在黑社拉大面前 你必须要表现出这种顺服来 那么在中国就是这个问题 你不说话在很大程度上 那么就意味着你和统治集团的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 人们可以不为五刀米遮腰 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往往是不服从者 不得识 所以你不服从 可能你就没有吃饭的权利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很多在民国时期蒸蒸铁骨的硬汉 到了共产党手下 也不得不顺顺帖帖的 是这种情况很特殊的 所以在我们国家就这个问题 我们不仅不能说实话 而且我们又不得不说谎话 中共所以最大限度要剥夺我们的自由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不合作的人